在额绍金麦赞美宣教室现实声中 领头山庄4月30号欢庆70周年 在这历史性的一刻 晋联会主席黄炯荣黄岐汉牧师父子 分享领头山庄历史及意象 跨从派牧长职场领袖 也用拥抱奉献的行动 来支持领头山庄从荒废更迭景况 重现恢复福音营地的荣美 我们看到庆幸会的合一连结 而且晋幸会要跟林良堂 要跟众宗派合作 真的我们开始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圈 我们跟众教会合一 配合领头山庄70年庆典 整修好的银舍也设置了领头故事展 展出美南晋幸会宣教室 从1948年来 台湾陆续成立拆会领头山庄 神学院晋联会的开拓室 甚至奠定了在台250间 晋幸会的基础 从复科后的历史照片中 更可一窥当年牧者的身影 会有一个联会的组织 那第一任的主席总办事就是 从山东来的药美山牧师 他同时也是我们经营会 人爱堂创堂的牧者 占地七千坪的领头山庄 绿树茂盛 圆挑淡水河举办过无数下令营 退休会 特会 年轻人在领头绝志受洗 是许多宣教士传到人的共同回忆 我们在宿舍这里的宿舍 住宿大家一起团契 那清晨的时候 在领头这里每一块地方 分组去成根 所以享受这里的美好 曾经荒废的领头山庄 四年前平正进行会接受诊修 修复部分房舍 开放跨宗派教会聚会 半年有八千人次 第二阶段规划将辟建学生营社 恢复住宿 露营功能 领头营地每年都会举办 青少年的营会 当时候是神学生 所以我们就担任辅导的角色 然后在这个地方看到 很多生命被上帝触摸 很受感动 我听了很多牧师的见证 就是讲到他们曾经在领头山庄 因为床太硬了 他们晚上睡不着觉 所以他们与神对话 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 所以我得到了一个 遇见神的方程式 就是睡在很硬的床上 雅各也是睡在石头上 遇见神的 所以未来我们会持续地打造 硬硬的木头床板 让年轻人在这里 在美好的环境中 有机会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 接下来修复的房舍 将成为艺文中心 也是培育下一代宣教的基地 回顾领头山庄的历史 承载着复兴 如今在出发后 相信更多年轻人 将在此经历天赋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